运动自由广阔天地 运动开创展新天地 彭广阳主播 6月光辉 7月连辉 2023年6月 属于美国职棒大联盟MLB美国联会中区小组的坦塌湾光芒队处处表现都是亮点 可是翻过日历来到7月 这支球队面对的种种却是损点 光芒队目前正在吉利地面酿成7月间作战成绩只有6胜18负的尴尬局面 这将会是球队成立26个球季以来最糟糕的3月表现 光芒队的前身是魔鬼红队 该队曾经在2003年6月创下5胜21败的记录 幸好光芒队于7月30日星期日午后 以8比2击败太空人队破解了一局险棋 自从1893年以来大联盟的例行赛季 还没有任何一支球队在连续两个月的期间呈现极限震盪 竟然由最善战的队伍沦落为最不堪挑战的队伍 休士顿太空人队是于7月29日晚间在美之园MinuteMate Park 以17比4狂扫佛罗里达塔塔湾光芒队 太空人队全场共有18支安达 得到17分是本季单场最高纪录 太空人队本来是于6月29日晚间 在走访胜路以红缺队时 以14比0狂压对方 写下本季单场得分最多记录 光芒队本季只有一次 拉队走访德州休士顿进行三场系列赛事 双方在这场夜战都掉牌新鲜人首层 太空人队是由现年24岁的右头手布朗 Pantano Brown主投六局责任丢失一分 但是拿到本季20次先哈上阵后第七次胜头 布朗最近一次胜头是在6月13日 光芒队则是由现年22岁的右头手布莱德雷 他是Oli Bradley率先登场 主投3.1局有4次三阵也有4次次坏球 责任失去5分 普春本季第七次摆头 彭广阳 2023年7月30日